歡迎來到開箱聲音場館 Uncle Echo 我是主持人圖傑 這裡是許多運動選手的競賽殿堂 但你應該更熟悉的 是有著絢爛燈光 以及上萬名粉絲尖叫的演唱會現場 站上這個舞台是許多歌手的夢想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感受 台北小巨蛋 台北小巨蛋呢 其實在2008年的時候 由台北市政府委託由北捷來進行經營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的 就是台北捷運公司的兩位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們的黃清信總經理 總經理好 主持人你好 以及第二位呢 是由我們的油氣休閒事業處的處長 歡迎黃林男處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麼首先呢 我就想要先問一下總經理 當初接下了這個經營委託之後 你們是怎麼樣來決定 經營這個空間的定位 我們小巨蛋大概是 大概一萬五千的座位的一個空間 那不管是在體育賽事 或是表演或是相關的活動 都是一個最次的空間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定位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規模的服務 我們能夠提供最好的一個場館 讓這些表演者有最好的一個空間 後面那一層跟那個 那個出入口下面低下一層 所以總經理跟處長 你們走進小巨蛋的時候 即使是表演狀態 你們都是來工作來勘察的 你們有沒有享受過 曾經坐在觀眾席裡面 感受一下現場的那樣子的演唱會的魅力 其實我是常來這邊看表演 包括之前我們的飛群的風邁演唱會 江會的風邁演唱會 甚至最吵起我們小巨蛋引進獅子王 歌劇魅影 這我都來欣賞過 我們台北市有一個地方 可以引進國際的知名歌舞劇 是我們華人一線的歌星 他在風邁的時候選擇了我們小巨蛋 慶祝他一生的成就 讓他這邊做一個完美的結尾 給我感受很深 其實台北小巨蛋去年的時候 剛好18年 也就是成年禮了 已經有非常多的營運經驗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未來小巨蛋的營運方針跟規劃 現在我們已經走過18個年頭 在我們這邊辦了大概1600多場的活動 那當然還是以營運活動會比較佔多數 比例大概是七成到八成 在下一個20年 我還是提供給我所有的 演藝單位的主辦單位 或是運動賽事的主辦單位 或是來和我這邊欣賞活動的所有觀眾 能同樣享受跟我們現在一樣 那麼好的品質 那當然現在市場的需求是一直在改變 所以我們也不斷地要調整自己 然後不斷地來創新 那在整個設備場館呢 都能夠持續地看舊換新 讓場館跟我們捷運一樣 在不管使用20年30年 所有民眾進去都覺得非常的新鮮 我想這也是我們 未來要一起努力的方向 那麼實際在小巨蛋裡面 舉辦演唱會 又會是一些什麼樣子的經驗跟故事呢 今天接下來為大家邀請到的是 在小巨蛋這邊 統籌以及企劃演唱會多場的 董光明老師 哈囉 你好 我們現在就在場內嘛 它裡面有哪些的軟硬體設備 是讓你覺得說 非常適合演唱會來去做舉辦的 有些場館其實 它可能因為高度深度的問題 會讓聲音的呈現比較容易吃虧 對 那我覺得小巨蛋的剛好 就是因為它的場館 甚至有一點點不對稱 讓它的聲音會比較沒那麼容易 有那麼多殘響 對 我其實對於那個天花板再重視 很尊重 因為這個設計可以讓大家 在平面的舞台上面 更多的一些立體感 就是你往天上看 它的兩邊那個 也都會掛燈這樣子 對 掛燈 掛電腦燈啊 或是其他有一點配合 所以其實這個挑高的空間 可以讓演唱會有更多的驚喜 然後包含它整體的一個形狀 它其實是一個 橢圓形的 這件事情對於演唱會的 籌畫來說有些什麼樣的好處 它可以有三面台的機會 它也可以把舞台設定在中間 然後整場環繞在某一個映場裡面 老師你還記得你人生第一次 在這邊協助籌辦的演唱會是哪一場嗎 第一次正式做的 參與的應該是 張畫妹的舞托堡 在裡面有沒有哪一件事 是讓你覺得最印象深刻的挑戰 那個彩虹旗啊 對啊 記得那時候唱彩虹的時候 那個彩虹旗要從第一排這樣 頭紅紅紅一直往後 那個畫面很震撼 但是你知道我們在試的時候 從來沒有成功過 因為那個布太軟了 等於是你們第一次拉起成功 就是在演唱會當下的時候 對 我印象中是這樣 你自己怎麼看待小巨蛋 他身為一個演唱會聲音場館 對比其他的這些場館 你覺得為什麼這邊具有這樣的魅力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里程碑 你要問我 我也會覺得公蛋好驕傲 都實在出唱片的人 他可能終極一聲就是在求一個 自己有小巨蛋這樣的作品 我覺得會有一種 hashtag 是 我終於在小巨蛋開演唱會 這樣 對歌手來說 其實就是成為很多歌手夢想的里程碑 對於很多的粉絲來說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能夠看到他們 來到這裡一起感受演唱會 當下的那個感動 今天非常謝謝左光平老師 謝謝 謝謝你